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级维棋教室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棺子 常见棺子的计算方法 我们把一些常见的棺子 来告诉大家怎么计算 这样在对局中就可以熟悉一些 那么来看这个棋形 有可能跨 这种样子将来 来看这个棋形 这不知什么原因的棋井上了 和死活没关 我们下面来计算这一检有多少木 黑棋走 那就是小间 那白棋走是打赤 白棋走吃一步 黑棋尖 尖是好手 尖的话白棋只有打 白棋不能靠 白棋靠的话黑棋有个挖 这比较麻烦 你打一吃 这起白棋死了 所以白棋不能靠 白棋尖的话只有打这个 注意黑棋 黑棋不能接 黑棋接的话白棋一般 这下黑棋死了 你打他接住 这样不行 白棋三棋 黑棋两棋 所以黑棋尖白棋打的时候 黑棋下边打 这是好手 不要跑 跑一个他一打一样的 你提的一打吃 并不好 所以只有单棋 因为单棋他打 你接住 这儿还有一个打吃 这样就比团好 但是一打一提一打 现在不能算白棋接 如果白棋接上 将来白棋如果再吃的话 接上的话 黑棋就可能脱先了 黑棋不见得接这步了 就可能脱先 脱先的话 白棋如果吃 你就算提早 其实这下提不着 就算提早的话 这儿的目数是 12345678910 算到这儿 10目 那你跟这个棋型来比较 一打 还是算在这儿 12345678910 12目 那白棋就12目 这个形状跟刚才的形状 就可以看得出来 相当于 黑棋又斑粘了一个 白棋又提了一个 这样亏了两目 白棋亏了两目 所以黑棋尖 白棋打 黑棋打 白棋提了 黑棋吃的时候 不能算成白棋接 一般不能算成白棋接 那么这个棺子就告一段落了 就要这样来数目 因为一接 白棋亏两目 你就没这个打了 亏两目 如果黑棋能打着 黑棋一定是玩这个 再来考虑 该怎么走 你要想算清楚 这个棺子有多少目 其实还得算清 这个棋也是多少目 那你还需要算清 现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这有几目 那还得算清 现在白棋如果打着这一下的时候 那白棋有几目 那黑棋现在有几目 这都是要数清的 所以要把这个棺子数清出 那还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那我们来数一下 那么就得先要数清 现在这个情况下 木数该怎么算 现在谁的木多 这一袋的木数该怎么算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数清 现在的情况是 黑棋先看黑棋的木 黑棋先不考虑打结 这个打结 如果打到 当然没问题 但这个结也重 它提完还有提 先要考虑这个因素 黑棋有没有可能打赢这个结 这个一般不是太考虑 因为黑棋也挺重 提了提 要根据局面的情况来判断 这个结能不能打赢 如果能打赢 那还是不一样 因为白棋再提的时候 黑棋就结了 那还是差的比较多 所以需要判断 这个结能不能打赢 如果打不赢的情况下 现在开始数 黑棋走 黑棋是接 是这个样子 那白棋走 白棋是提 提完之后 这步基本上是白棋提着了 因为白棋提完有个爬 爬这还有逆手两木 逆手两木多 所以这下它是提得着的 因为提完有个先手 两木多 两木多一点 所以白棋这下提得着 是这样的木 它这木也没了 那黑棋的木很好算 黑棋一接 这木有 那白棋一提 这木没有 所以黑棋的木数只差了半木 这地方 有半木 现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这有半木 那现在来数白棋 白棋这一代的木数怎么样 不考虑打结的情况 接 一打一接 这四木是有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这几木都有 一二三四五 这五木都有 当然可以算着这一木 一二三四五六 因为将来和这木有关 这六木是有的 如果一提 这下还提得着 那现在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在这个基础上多了 一木两木三木 大约是四木 不到一点点 大约是四木 那这它是一共呢 是八木 这一代 白棋呢 在这地方要多算两木 因为它一提 它一提 可以长四木 可以长四木 那么在这儿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四木里边呢 算两木 七八 那从这儿开始 白棋一共是八木 黑棋呢 是半木 这是说 被它一打的话 木是这样算的 那就是白棋是八木 那黑棋的话是半木 这一片呢 这边呢 我们算轻了 我们呢 接着来算 这个形状下 这个形状下的木数 这个形状下 黑棋先算白棋的 黑棋一接 白棋这木也没了 白棋这儿呢 一木没有 黑棋一接 白棋一木没有 在这一代 那白棋一打 刚才算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打是八木 那就是黑棋接 跟白棋打 这一代 白棋呢 一共差了八木 一共差了八木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 白棋走 得八木 不走 那说明白棋这一代呢 有四木 那就是白棋 接这步的情况下 这一代呢 白棋有四木棋 从这开始 一二三四 这四木是有的 因为一打能得来八木 所以一二三四 白棋呢 这有四木棋 就是这个形状 现在白棋有四木 那白棋数青了 这数来数黑棋 被一打 就只有半木了 刚才数了 这一吃 它只有半木 如果一接 或者一虎 这都一样 算成立团 这双方立道 那就一二三四五 这木五木半 五木半 接也是一二三四五 五木半 那这半木呢 肯定有了 这个半木呢 肯定是增长了 这多了半木 一二三四五 再把这五木呢 除二半木呢 再加个两木半 五木的除二 两木半 那黑棋在这一代呢 一共有三木 在这一代 一共有三木棋 这一木已经有了 一二三四五 再把这个呢 这木有了 再加这木 再加这一木 这是一共呢 在这呢 有三木棋 差不多 就是三木 那就是现在的棋 现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有三木 白棋呢 有四木 是这个结果 那我们呢 接着来看 现在呢 这个棋 看白棋一共差多少木 白棋 如果接 白棋接 刚才数了 这有四木 给他一提 这四木呢 就没了 所以白棋在这一代呢 一共有两木 白棋在这一代 一共有两木 一打 是十二木 如果被他一接 就剩下两木了 但是说呢 这吃过一个 那就是三木 一打 是十二木 给他下成这个样子 就剩下三木了 所以白棋一共差了九木 白棋一共差了九木 那就是白棋打这个 跟黑棋 尖这个 白棋一共差了九木 那么下边呢 来算黑棋一共差几木 黑棋一共差道 如果我们再收拾下了九木 特急 黑棋一共差了 Ot 黑棋一共大棋 还有三木 如果一共 它有三木 如果不接 三木 如果不接 接下来呢 还有题 其实你说是三目 这地方一共有三目 一目两目三目 那就是黑旗一接 白旗实际增长的就是这两目 因为一共是三目 一接算上这一目 一共有三目 而白旗吃这一步的时候 这一目是有的 什么也不走 白旗单吃的时候 这是双方力导的 黑旗这一目是有的 所以说现在情况 如果白旗一接 那黑旗这一目是算的 一目两目三目 这一共是三目 那白旗接黑旗实际上呢 是多了两目旗 实际上是多了两目 那已经多了 或者说呢 已经多了两目了 那下部呢 这两目已经多了 下部一提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还能夺十四目 十四目的一半是七目 那具体数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这三目已经有了 接下来这是十目 或者是两目算一目 这就一二三四五 这还有四目 六七 那黑旗呢 本身两目 再加七目 也是按九目来算 也是按九目来算 这样的话呢 白旗差九目 黑旗差九目 二九一十八 那这个一尖就是十八目 这十八目 具体的说 尖 它打 它打 它提 它吃 实际下的时候呢 就要来判断 这是十八目 双方呢 这个关子是十八目 这是实际的时候呢 需要呢 计算的 不能算粘 接着呢 我们下面呢 再来计算 这个粘有几目啊 每一步呢 都不一样 我们下面来看 这个接有几目 一接 跟提 接跟提 黑旗呢 差了 因为这这目都有 十 黑旗差了十四目 黑旗差了十四目 刚才我们说了 一接 下部有个八目 那白旗呢 差了四目 所以呢 黑旗差了十四目 白旗呢 差了四目 那这一接还是十八目 这部戏 十八目 实际呢 要看呢 要不要接 这时候呢 也是十八目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算 接着呢 再来算一下 这个打 是几目 这个打 黑旗 一捕 这一二三四五 黑旗多了五目半 给它一打的话 这就只需要半目了 这就只需要半目了 那就一二三四五 五目半 黑旗走 差五目半 白旗一走 差八目 五目半 加八目 这手旗呢 只有十三目半 十三目半 这部打 就明显小了 十三不到十四目 十三目半 而且呢 结才有利的时候呢 还有这种的可能 那么这时候 还要减一点目 就是不知道 打结情况 还会减目 打不应结的时候 那才有不到十四目 要如果再加上个结 还会减一些目 根据情况 那最多呢 十四不到十四目 十三目多 那这个呢 就明显的小了 是这一代的棺子呢 计算方法 那这一代的棺子 这么几个要点 一个是 手关要尖 这个是要注意 手关要尖 第二个呢 打 提了打 这个不一定结 不一定结 要根据情况 看看结不结 如果结了 这个呢 也要数清 这个是十八目 也要数清 接着要注意 这个结就不大了 这个结也好 虎也好 这个就是十三目多 这手是明显小了 那黑棋走完 这个呢 经常要设法考虑 是不是会拖先 因为十八目跟十三目多呢 还是差了不少 所以这一步 要不要接 这是个问题 这是这个棺子的情况 这个棺子呢 就是要把每个部位呢 都要 每一个局部呢 都要算清楚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研究棺子 现在刚才呢 我们讲了这个棺子 一间 十八目 刚才算了 十八目 然后一打一打 提了一打 这个要点是白棋呢 不见得接 白棋接了呢 就亏了 接了再打 这个棺子就小了 这个就不到十四目 十三目半 但是这个棺还是不小 这个棺呢 有十八目 这个棺有十八目 然后呢 还要注意这个棺 这个棺呢 不过就比较好算了 一二三四五 五目不到一点点 四有三分之二 五目不到一点 是这个棺 但是实战呢 下棺的实战对局中的时候呢 你是不能这么记的 比如这一棺 十八目 那这样记呢 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 十八目呢 是这样 它呢有可能 是这个形状 比如说 换了样子了 换成这样了 那这个棺呢 就好像就不是十八目了 那这个棺 一个呢 当然了 先来看这儿 如果是这个形状 一个是有半棺没半棺 这肯定差出来了 比如这个一打吃 那这多一个半棺 那目数就大不一样了 这儿差两目 还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形状 白棺如果这儿少一个子 那目也不一样了 那比如说现在 一间 他打 你打 提了再吃 那现在黑棺呢 刚才呢 这一提 是十八目 那现在这一提呢 就只有十六目了 因为刚才提的五个 现在呢 就提了四个 这就差了两目了 这的目数呢 就差 差一些 那十八目呢 整个说来十八目 只能减一目 这就变成十七目了 这下目数呢 就有些差别了 这是几个 那还是有关系的 还有呢 那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呢 差的更多了 这个样子 那这个呢 因为呢 白棺一打 这儿还差了两目 给黑棺一间 一打 一打 提了一打 那白棺呢 更不肯硬了 因为白棺一打呢 这儿还差了两目 这个呢 就有多一些 这个就是十九目 现在呢 这个就是十九目 比刚才那个还要多 比刚才的五个还要多 因为白棺吃完呢 还有先手搬赞 所以实际对局的时候呢 那还是具体要分析 这究竟是几个子 和几个子有关系 但总的说来呢 这手呢 都在十几目 一般说来呢 都在十五目 操拔入败 至于是十六十七十八 大致呢 跟这几个长短 跟这是三个 还是四个 还是五个 当然越多 你肩着的可能性越大 你如果上了五个 那看来问题就不大了 这个呢 就基本上要肩着了 上了五个 打打打打 这个就能肩着了 如果是三个 那看来是肩不着 三个的话 肩打 打 打提了 这应该是打不着 这是有一些关系的实际 要根据这个多少来数清楚 但是这个主要的感觉就是说呢 被一打一接 这个白棋就亏了 黑棋如果能走成这样 脱线 那就不一样 因为走成这样的 这个打就变小了 这个打呢 十四目都不到 十三目半 这个就变小了 但是呢 还有关系 这个有关系 因为呢 你这样的打完一提 有没有提 跟这个这样的提完有提 这个打的大小呢 还是有一点微小的差别 如果提这个是先手 那这个呢 就多一点 大概在十四目 十四目半 就稍微多一点了 如果说这个走完打提 后手 就稍微减一目 这一来 这地方呢 总的说来呢 这个打呢 就相对小一些 比如这个 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一打就不到十四目 十三目半 好 下面呢 类似这种情况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也差不多 是这种样子 跨了力了 然后呢 它还跑这来跨断 跨单退 这一代作战 做成什么样子 我们不去管它 比如说也搞不好 都被人家吃了 这一代怎么作战 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那就是这个骑形 我们下边呢 来看这个骑形了 这个形状呢 白骑走 白骑是斑 白骑走 白骑是斑 黑骑走 黑骑是点 这个点也很大 这点是好骑 你不敢走别的 你走什么 被它接住 这都死了 这不行 这只有吃 吃的话呢 白骑斑这步很厉害 你也没好招 只有提 你不能走别的 你走别的 被它接住 大头鬼没有 断它吃 常打 打提了扑提了 你接它就团住 你收起它一挡 你不入气 所以这样不行 你断它就吃 常打 不够气 所以这个力也不行 那还是只有提 提了它扳 你要是吃这个 它一吃 这样就落后手了 那么还是只能不理了 一个是不理 一个是冲掉 还是冲掉吧 冲还是先手 打 接 那它接这个 成了这样的关子了 打 接 这有几点要弄清楚 现在白骑呢 揪白骑呢 现在打 有点亏 打是不行的 因为打接你斑 它要吃这个 你也就罢了 吃你还能吃一个 但是现在它还能挡住 这样不行 白骑 所以白骑呢 只能单扳 单扳它不能吃 它一吃呢 它要是吃的话 有个扑 这还不错 扑它个接不归 这样黑的不行 所以黑的只能打这个 那这步能不能爬着 这是要商量的 这步能不能爬着 我们先从小处来计算起这个关子有多大 我们先来看这步能不能爬到 首先呢 如果被它一打吃 如果被它一打吃 那这个交换就损了 那还不如不走呢 如果不走的话 它也不能搬三 不走 它也是吃这一步 因为它不能到这来搬 比如搬你就打 它不能接了 它一接你又扑 一气呢 把它吃了 所以它不能走 那不走呢 它也就走不动 它也就是接住 打这个呢 那你还以后收官是立得到的 因为立有个靠 甚至于直接靠 它打你挡 那这有个打结 它也得提 那相当于立着了 那黑棋走 那就是走成这样 黑棋等于立挡打 黑棋走是这样 那白棋走 那就是搬 打 这样呢 我们就来数 就来数目 黑棋走的话 一立一挡一打 这多出来一目 跟白棋搬完了 爬的比较 这多一目 一二三四五 黑棋呢 多出来五目 跟这的关系 一共 黑棋多出来五目 就是一目两目 三目四目 加这一目 一共多出来五目 如果白棋搬 他只有打 再爬 白棋这一目还在 这一目还在 这跟这些没关系 这一目还在 这一目总是在的 现在这个情况呢 白棋多了 这一目是多的 因为下部有打赤 黑棋当然不走了 下部有打赤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能得八目 那走成现在呢 等于这八目里边 白棋有四目 因为他爬不到 所以你一爬 相当于有四目 那就是一目两目三目 加上这两目 一目两目三目 两目算一目 一目两目三目四目 那白棋在这多四目 那白棋走 白棋是多四目 黑棋走 黑棋是多五目 所以说白棋是搬不着的 白棋搬 他一打一爬 算成这样的话呢 黑棋亏一目 黑棋亏一目 但是呢 由于呢 黑棋走是五目 白棋走是四目 一共差了一目 这一目呢 还有可能黑棋走 也可能白棋走 所以一共呢 是差了半目 那你就实际数的时候 那你就算成这样 算成这样之后 给黑棋加半目 就对了 黑棋的这项就等于一二三 再给黑棋算半目 因为这个是搬不着的 那黑棋这个样子 你就算它这样 就成 冲完了 打 它接住 你搬 它打 你爬 它提了 一二三 再给它加半目 这样就对了 现在呢 黑棋一二三 一共是三目半 我们先来看黑棋 现在呢 来看黑棋 一共差了几目 如果白棋一般 黑棋是不能挡的 黑棋如果一挡 白棋不走了 白棋不走 这个点没了 你点它就冲 你挡它提 没用了 你打不回去 现在是没用了 这样木树亏的就比较多了 所以说搬 黑棋不能挡 这样的话呢 由于它不能挡 那白棋走呢 不要爬 爬是属手 爬给人家一虎 这不是个好的棋感 以后一搬一接 它还有可能爬 爬一打一接 这一挡一打 还有棋 所以这不是坏棋 这去用尖 这不好 白棋如果挡 下步呢 注意不要接这个 如果接这个的话 它铺 你提了它一弯 这还得补回去一目 它打住啊 这样亏了 所以它尖挡呢 你接这步 让它挡 挡你就接 它接 成了这样 这样白棋 这样的木数比较多 我们先来看 黑棋差了多少木 现在呢 这木 一木 两木 三木 四木 五木 刚才呢 这个都有 这是一二三 这木 一木 两木 三木 四木 五木 五木半 黑棋呢 一共差了五木半 那黑棋跟白棋 黑棋差了五木半 我们再来看白棋 白棋呢 来数到这儿 我们看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 十二三四 十六木 如果给它一点 就剩下一木了 一木了 这个呢 还是非常大的 就剩下一木了 就只有这一木 这一木呢 也 这一木也没有 现在呢 就剩下一木了 十六的一木 白棋差了十五木 白棋差的非常的多 白棋差了这么多 对吧 白棋差了十五木 黑棋差了五木半 这个就二十木棋了 这手棋就二十木了 差到二十点五木 二十木半 所以这个棋差了 所以这个棋子呢 那还是很大的 我们来 这个呢 就是要注意的 这个尖 一个是斑 黑棋不能硬 黑棋硬呢 就亏了 一硬就亏了 再一个呢 就是要注意 它有个尖 挤的话 接这个 这是好棋 让它挡 你就接 你接到这儿 这下呢 这个就比较完整 你看十 十一十二三四 十五 这样就是十六木 你如果是这样 被它铺着一下 再弯 那黑棋木数一样 那白棋就少了 十十一 十二三 十四 这十五木还不到了 就是差了那一木多一点 这细小的地方 要注意 要学会这个尖 挤呢 还得回这个接 也把这个学会了 不管它走什么 它靠 你也是接这个 就没问题了 总的说来呢 不要让它铺着这下 挤你就是接这个 这样的白棋差十五木 黑棋差五木半 这个棺子呢 就是二十木 这是这一讲的内容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